一口气看完光武帝刘秀的一生 公元前五年 刘秀出生于金河南开封市 是汉太祖刘邦的九世孙 其父刘亲因祖上执行推恩令的原则 所以到他这一带 直接从列侯帝降到了县令这样的小关 刘亲生有三子 长子刘衍 四子刘仲 三子就是刘秀 公元三年 刘秀的父亲刘亲去世 刘秀和哥哥刘衍 刘仲被叔父刘良所抚养 九年往往代汉称帝建立新朝 西汉灭亡 14年刘秀到长安入读太学 期间刘秀结识了邓女和朱佑 二人后来接列入云台二十八将 是刘秀创业的班底 18年由于往往推行了改革 无切实际 加上天灾不断 饥荒四起 以赤煤 陆林等数十股农民军 纷纷揭竿而起 而刘秀与长兄刘衍 见天下大乱 也积极谋划起兵 22年 刘秀与长兄刘衍未恢复 刘姓统治 在冲林组成 冲林军正式启示 但刘秀在攻打小长安的时候 被王莽的军队击败 刘秀丹马顿走 二哥刘仲却遇害被杀 同年 刘秀和刘衍兄弟 与陆林军结盟 共同对抗王莽 在随后的作战中 陆林军和冲林军 大败王莽的新军 稳住了阵脚 23年 西汉宗室刘权 被陆林军拥立为帝 视为耕史帝 刘衍被封为大司徒 刘秀则封为天将军 庚史政权的建立 大大震动了新朝 王莽急发精兵42万 力图一举扑灭 新生的庚史政权 此战 身为天将军的刘秀 以不过2万的兵力 大败王莽的42万新军 自此 王莽的新朝统工瓦解 同年 陆林军攻入长安 王莽死于混战之中 新朝自此灭亡 而庚史帝刘权 却因忌惮刀刘氏兄弟 无故杀害了 刘秀的长兄刘衍 刘秀虽然表面上 无所举动 但暗中却窥测时机 积蓄力量 24年 刘秀迎娶了 新野豪门千金 因丽华后 被庚史帝刘璇 派去平定河北 同年 刘秀娶了 甄定王刘杨的 外甥女郭胜通 实现了政治联姻 刘秀因此实力大增 迅速平定了 河北地区 25年 庚史帝刘璇 见刘秀在河北 日益壮大 便令其交出兵马 回长安领寿封赏 刘秀拒步领命 并派吴汉何层鹏 习取了庚史帝的夜城 自此 刘秀与庚史政权 公开决裂 同年 刘秀在号称称帝 视为汉室祖光武帝 不久 刘秀定都洛阳 仍然用汉的国号 史称东汉 同时 赤梅君也拥立 皇族刘盆子为帝 并发兵30万 禁逼关中的庚史政权 刘秀也随即派邓宇 吸入关中 最终 庚史政权在 赤梅君和刘秀大军的 两路夹击之下 土崩瓦解 庚史帝刘璇 也被赤梅君所杀 26年 光武帝刘秀虽然称帝 但四面受敌 东有刘勇 董县 张布 北有鹏崇 西有伟霄 公孙树 南有秦峰 田荣等割据政权 于是 刘秀采取了 先关东 后龙鼠 由近极远 各个击破的统一战略 同年 刘秀策立郭盛通为皇后 其子刘强 为皇太子 27年 刘秀命盖延击败了 威胁洛阳的刘勇集团 停定了关东地区 同年 刘秀派逢毅 在小底之战中 大败赤梅君 赤梅君首领繁重 和皇帝刘盆子投降 29年 刘秀派耿衍 北讨鹏崇 此战 鹏崇被奴仆杀死 刘秀收复了 燕济地区 30年 刘秀命吴翰 击败董县 停定东海 33年 刘秀命逢毅 消灭尾销 吞并农熙 35年 刘秀命吴翰 发动灭蜀之战 4年 吴翰攻破成都 停定川蜀 自此 刘秀称帝后 用了12年的时间 完成了一统 37年 光武帝刘秀完成 统一大业后 开始采取 休养生息的政策 发展社会经济 同时 刘秀兢业业 勤于正式 使东汉出现了 社会安定 经济恢复 人口增长的局面 史称光武中兴 41年 刘秀无故废处 皇后郭盛通 改立原配 因丽华为后 43年 身居储位 长达18年的 太子刘强 主动辞让 太子之位 于是 刘秀改立 皇后因丽华所生的 刘庄为太子 即日后的汉明帝 56年 光武帝刘秀 到泰山丰山 57年 日本使者奉贡朝贺 求刘秀赐名 刘秀以其人矮 遂赐窝国 今年62岁